阿佩妮讀改编带来一支 欢迎各位弟兄姐妹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 这个单元比较特别是因为 我身为天主教徒看这本书的角度 当然有我的自己的想法 这本书大部分是有非常好的解释 也有很深度的反省 包括一些圣经的一些章节 给我很多的启发 但是我身为天主教徒 也必须给他一些些的评估 或者是我自己表达一些 我觉得是比较小错误的一些概念 也就是一些误会 这本书是一个基督教徒写的 所以他对天主教会 很可惜就是有一些误会 那为了避免弟兄姐妹 没有受到这些误会 误解的影响 那我就在这里提出 当然我不是否认真本书 真本书即使是非常好的 也非常建议你去阅读 只是让你更了解 天主教的立场 在某些情况是什么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这样子的 从天主教立场来看 以及做一点总结 首先他在298 就是9页 他就提到 耶稣基督的救赎工程 是一次而永远的 这个是来自西伯来人书 然后他能拯救到底 不再经验他们的罪欠 这个也都是来自圣经 只是我们对这个的解释 也需要小心一点的一个概念是 我们还是可以失去救恩 所以天主并没有拿掉 我们的自由意志 所以所谓的救恩 不只是一次而永远 而是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 所以我们仍然可以得罪天主 我们仍然可以离开天主 而且天主指定 若没有悔改 一些行为就不能继承天国 你可以参考格林多简书第六章 九到十一节 那基督的救赎 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 真的是完整以及不变的 但是人 我们将我们自己人 是受伤的以及善变的 因此可以失去他的救恩 当然天主仍然爱我们 无论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状态 但是这个救恩 也比较广的 广的那个意义 对我们天主来说 其实它包括诚意跟诚圣 好 那如果是诚意 那就它可以比较快速的 比较快的接受 就是透过 特别是透过 相信天主 透过悔改 以及接受洗礼 然后当然也 这个恩宠 诚意的恩宠 也可以恢复 比如说 特别是如果我们犯了大罪之后 如果就是我们犯拖上的报 和好盛事 就可以恢复 所以比较没有问题 但是成圣的呢 以及接受其他的恩宠 是需要在时间内 是需要在时间中去领受 所以这本作者 他也强调天主的 他有界限 对不对 天主他也是公义的 包括这个实践的概念 就是我们很多东西都是 就是一步一步的接受 慢慢的接受 逐渐的接受 那救恩 就是如果我们把它分成那两块 就是成一根成圣 那个成圣一定是需要 多一点的时间 当然这个不是说 我们要 赚得自己的救恩 就是说我们 不是 要 透过我们的行为去 买那个天等的门票 而是我们跟天主的恩宠合作 那这个是需要时间 需要我们 自己的自由意志的参与 OK 再来在第三百一十页 对天主的一个看法 就是 当我好的时候 天主会接纳我 当我坏的时候 天主会拒绝我 当我又变好 天主会再接纳我 well 一方面我大概 可以了解他的意思 只是说怕 又是怕一点点的一些误解 这里的接纳 应该是指 爱的意思 所以天主 无论是我 做了坏事 做了好事 他都会爱我 这个是成立的 这个是没问题的 所以天主 不能不爱我 但是 透过一些 刻意的选择犯罪 我可以离开他 以及拒绝他 是我离开他 因为我仍然有 自由的意志 所以这个跟上一题 所参考的 其实是很类似的 一个小重点 再来 就是也是跟 有关天主的一个 就是他提出的 深游出思想 但是也要 需要理解一下 如果我做了 等等等 天主会拒绝我 well 我们可以反过来说 是我 透过犯罪 拒绝他 但是我可以悔改 那天主 不拯救那些 不愿意悔改的人 这是他所设立的界限 所以天主不能 认同罪恶 他爱罪人 但是他 憎恨罪恶 所以 这个是我们要意识到 这个 这个真理 就是 我们的行为是 的确有后果 这本书 它也在讲 真理 以及这个界限的时候 也提醒我们有 我们有个人的责任 我们要为 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 所以最后 是我们为 我们的选择要负责 天主总是爱我们 也准备好 宽恕我们 那 但是我们就 不一定 有这样子的状态 不一定 我们愿意跟他和好 那是我们的责任 好 再来在第371页 他就提到 第一次提到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 要去讲 马丁路德的 很多的一些评论 大概测试里 完全是没办法 没有空间 而且也没有必要 我们只是要说 他当时第16世纪 他不只是 反抗宗教的权威 这个是这本书的 所说的 好像他就表现了 他有权柄 然后他反抗宗教的权威 这是一部分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他反对了教会 几百年前 已经定下来的 信仰的内容 我们叫信礼 信仰的内容 那因此 因为他没办法接受 这个教会的权威 他就离开教会 那 虽然我们知道 我们不一定要赞同 所有的 就是有权柄的人的行为 当然我们可以判断 他 做得好吗 他做得不好吗 我们可以评估 我们可以 用我们的头脑去想 但是 同时这本书 强调一个概念 我觉得我很喜欢 是 能自由的 顺服 合法的权柄 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所以你可以参考 这个 第五篇 《长大成人》的 第340页 第340页 以及404页 所以顺服在 别人的权威之下 以爱为出发点 不是因为恐惧 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很自卑 或者什么 就是我认为 他是天主给的权柄 我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 其实是我成熟的一个态度 所以这里我只是补充这一点 那至于 也是一个可能 我不晓得这个误解 可能来自哪里 好像 他没有那么清楚的说 作者没有那么清楚的说 就是说 好像 天主教会不教导 人 要直接跟天主建立关系 其实 天主教会 真的教导人 以及鼓励 应该跟天主 直接建立关系 这是需要的 这是需要的 同时我们也知道 天主 他设立了一些方法 那 这些方法 我们叫圣事 那 多过这些方法 他可以让他的恩宠 他的恩典 更具体的来到我们身上 因为那些圣事 像比如说 洗礼 和好圣事 身体圣事 见证圣事等等 是能够看见的 能够听见的 摸到的 甚至 尝到的 这些标记 是对我们有帮助 是他恩宠的管道 大家会全柄 保管这些圣事 以及指定谁 以及如何要举行这些圣事 这是天主计划 以及设计 所以我们也尊重 这样子的一个圈柄 再来就是 在第380页 大家又提到 马丁路德 然后一些概念 好像 就感觉那些概念 好像是 天主教会不接受的 但是也是一个误解 首先大家提到一个概念 叫所有的信徒 都是祭司 天主的教会 也相信 所有的信徒 都是司祭 或者是祭司 因为有两种 不同的司祭指 有一个叫 不同的司祭指 就是所有灵犀的人 都是司祭 因为他们可以 把他们自己的生命 他们自己的 痛苦喜乐 祈祷等等 就奉献给天主 作为那种 赞颂的极限 作为他们的 自己个人的极限 但是除了普通的司祭指 教会说 也有公务的司祭指 那这些就是 主教以及神父 或者是司朵 这些公务的司祭指 他们就是有一些 特殊的权柄 以及带领教会 以及保护这个教会的宝藏 特别是圣事 还有教会的教导 但是 天主教会 不否认 所有的信徒 都是司祭 那如果你对这个有怀疑 当然就是圣经里面 有写伯多如前书 你们确实 特选择种族 王家的司祭 圣洁的国民 属于主的民族 那你也可以参考 天主教教里 他怎么说 在第786 1241 1268 1273 1279 1546 147 1591 1657 你可以参考 天主教教里 他怎么教导 再来就是 天主教主也相信 我们可以跟天主 有单独 以及个人的关系 所以这个 对不起 这个不是马丁卢德发明的 这个早就有了 但是这个当然 你不排除 天主透过一些教会的 圣事 包括圣者人员 教会的祈祷 等等 给我们 安排的恩宠 所以这个 两者并没有冲突 反正是互不相承 有一个 就是说 在这一段 他提到马丁卢德 有一点点的 一种 一种感觉 好像有点相对论 好像就是 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 事实上 没有任何权柄 可以告诉我 我要相信什么 但是这个 不符合圣经 也不符合逻辑 甚至于 坐着有一点 我觉得有一点 自相矛盾 那我跟你解释 为什么 就是坐着 他就提到 每一个人 可以选择 自己所相信的 原则上一方面 你有这个自由 但是你 原则上 没有自由去 调整 教会已经定下来的内容 那就是一种 自相矛盾 那为什么 这个不符合圣经呢 耶稣所说的 他给人 特别是伯多禄 以及他的继承人 教宗一个权柄 你是伯多禄磐石 在这磐石上 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因见的门 绝不能战胜它 我要将天 果的钥匙 交给你 凡你在地上 所束缚的 在天上 也要被束缚 凡你在地上 所释放的 在天上 也要被释放 马多福音第十六章 所以 波多禄 以及他的继承人 在世上 有权力 决定 心理和伦理 佛子教会 就是因为 这些信念的混乱 而就会分裂 而就会混乱 所以 不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来决定 信仰的内容 那就会很乱 那就每一个人 就变成教宗 每一个人就变成 可以决定 好像圣经的道理的 一个权威 那就这样子 就会乱 这个大概也不是 天主所喜爱的 所喜欢的 然后呢 再来就是 如果那个作者 真的认为 每一个人 来决定 自己 相信什么 那 是不是也是一种 自我矛盾 因为 他是一个基督徒嘛 然后他一定接受圣经 那如果我跟他说 那我们就 抛弃圣经 我们就把它丢掉 他会同意吗 大概不会嘛 因为 他认为 圣经就是真理 要遵守 对啊 那他有什么权威 告诉我 我要接受圣经 所以我的意思是 为了 不先进去 自我矛盾 我们 在信仰上 不只是凭一些感觉 也不只是 凭一个 个人的一种 思想而已 而是我们是凭 教会的 官方的教导 来去相信 或者是不相信 某些东西 所以 简单的来说 还是 这个所谓的 相对主义 就是说 好像没有 一个客观的真理 这个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 所以要 要避免 要小心 那 再来就是 作者可能 也提到一个 类似 就是说 所有的信徒 大家都受到富有 没有错 这个我们在 圣经里面 也有写 那天主教会 也承认 所谓的 信仰的超信意义 也就是说 所有的信徒 都 必须了解 和传递 启示的真理 他们接受了 圣神的富有 而圣神教导他们 一切 并 把他们 引入一切真理 所以这个是 从教会 天主教教理 第91到93号 然后也是引述 若望福音 但是圣神 不会这么矛盾 天主不是混乱的天主 不会自我否定 否定自己了 所以如果两个人 有相反的意见 那不可能 他们两个都是对的 要么 两个都是错的 要么 只有一个是 是对的 所以天主 不只给我们 一本圣经 也给我们 活生生的 权柄 就是教会的 殉道权 为了帮助我们 在 走这个 合一的道路上 并解决 一切没有的问题 比如说 以前 这个 生物的克隆 我们到底 可不可以这样做 还是不可以这样做 这个 在圣经 并没有写 所有的一切 所以 我们 当然圣经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基础的 非常的 关键的一个 教会的 文件 但是 不是唯一的 我们也 需要 思考 我们也需要 去参考教会 怎么说 或者教会 怎么决定 在第391页 这里也提到一些 长大成人 相关的一些 永屈思想 然后也有 我觉得 有些需要 稍微调整一下 或者是漏掉 因为 几句话 它也显示出 有一点相对主义 好像就是 否认一个 客观的真理 比如说 他就提到一个 牛屈思想 我的神学 是最好的 然后大家认为 这个是牛屈思想 所以意思是 如果把它换成 比如说 我的灵修 是唯一最好的 那 这个可能是 真的是牛屈的思想 因为 灵修 有不懂的灵修 可以选择灵修 但是教义 不是灵修 有些教义 有些教义 就是已经是定好的 有些神学 是好的 是真的 是对的 有些就是错的 它就是异端 所以 我们要小心 我们相信 什么样的一个神学 所以教义 很多教义 它就没有一个选择的空间 那灵修 要怎么祈祷 那有很多 很多选择的空间 然后再来 也是在那一块的 他们所相信的 比我相信的好 Well Again 就像我们说了 相信的内容 有一些对错 有一些好坏 只要你参考一些 邪教 他们会怎么扭曲圣经 他们会怎么 把 本来 我们的救主耶稣 把它当成 谁 或者是他们为了 骗钱 骗色 那你就知道 他们所相信的 并不是真正的 并不是对的 所以 相信的 也有对错 相信的也有对错 不是完全没有对错 然后 再来就是 有关那个价值观 神不给我 自由选择我的价值观 Well 价值观里面 可能有一些些的空间 可以选 一些些 一点点 但是大部分的价值观 我认为了 是跟伦理有关的 所以伦理 也一样 就跟信仰 跟信理 一样 它不是我选择的 而是我去发现它 好 就像自然法则 比如说第七因例 你不是去发明它 你是发现它 而接受它 所以 价值观 也有对错的 好坏的 因为有对错 以及好坏的伦理 所以天主给我们 自由意志 遵守它的价值观 但是 不是选择哪一个价值观 是好的或坏的 或 我们不接受 价值观的后果 如果我选择一个价值观 那可能就 反正就是 我要承受它的那个后果 好 那至于 这个 改变到了一致 如果你想要多了解 我在 这个YouTube影片的下面 有一个说明文字框 我可以给你听过一些 其他的一些资料 包括一些导读的书 以及一些Podcast 一些播客 你可以参考 那至于 本书内容的总结 我就直接引述 这本书的 第341到42页 因为它真的不是很长 然后就是 很好的总结 我们 前面所讲的四大主题 意义 来自爱 是从相连感来的 目的 来自方向和真理 是从界限来的 满足 来自分辨好坏 即在神的光中 觉得不完美 也是够好的 成就 敢来自 长大成人的能力 去运用 才能恩赐 能力 去建立 与人 爱的关系 这会使你 空虚的心得到满足 努力去设定界限 这会使你拥有 自己的生活 并为此负责 努力去承认 错误 并接受饶恕 这会使你发展 真实的自我 努力负起 承认的责任 这会使你成为一个 有权柄的人 然后分享给别人 记住 认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罗号福音》 第十五章十三节 非常感谢各位弟兄姐妹 的观看 其实我最后还有一个 小的一个 也许一个建议 或者是一个 可以提供给你的一个工具 我们在改编带来一致 谈到了一些 比如说 作者他有提到 气觉 这个部分 气觉一线用去思想 他也提到宽恕 他也提到信仰 信靠天主 等等的这些 不同的 的东西 那么 如果你经过 改编带来一致 这本书的反省 还有写下了 认真的去写下那些问题 然后你处在一个 有爱的一个 支持的一个团体 也许是一个 小组 一个善会 或者是这样子的 我其实非常非常推荐 你下一本书 可以阅读的是 叫 释放 心理的枷锁 以及接受 个人的释放祈祷 我在这里不多说明 你就可以 参访这个网站 www.unbound.tw 然后 在那边就会 学习到 所需要的资讯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祝福你 能够读过这本书 这些反省 能够有 更成熟的人生 更好的 一个生活 更健康的生活 能够带来你 平安 能够带来你 很多的祝福 很多的喜乐 满足感 祝福你 天主保佑 你 感谢观看